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下 到底什么是PureSQL程序 本讲的安排 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 PureSQL程序的结构和组成 这部分主要是介绍 PureSQL程序的语法 然后我们会结合PureSQL程序 给大家讲几个具体的例子 在学习PureSQL之前 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图形化的工具 就是OracleSQL Developer 因为我们会使用这个图形化的工具 来编写我们的PureSQL程序 大家可以去从Oracle网站上 去下载OracleSQL Developer的安装包 这个工具是一个免费的工具 但是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工具是分为32位和64位的 如果大家需要在64位上安装我们的OracleSQL Developer 需要下转这个安装包 如果是在32位上 你需要下载下面的这个安装包 那么我这里的机器呢 是Windows64位的 所以我就以上面的这个 Windows64位的这个安装包 来介绍一下如何安装我们的SQL Developer 下载下载下来以后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Zip包解压 我们可以解压到当前目录 解压完成了以后 在我们的解压目录下就会有一个 SQL Developer.exe的这本一个文件 我们双击这个文件 我们双击这个文件就可以启动这个图形化的工具 由于我们的这个工具是用Java做的 所以这个工具既可以在Windows上使用 也可以在Linux上使用 如果是在Linux上 我们就执行下面这个SQL Developer.sh的这个文件 现在我们双击这个exe的文件来启动我们的SQL Developer 由于我们的这个工具是基于Java的JDPC来连接数据库 所以只要我们有数据库的驱动 我们可以连接任何一个数据库 我们在连接这里呢 需要首先点击右键新建议连接 这个工具不需要做任何的配置 默认就可以连接ARC和Access数据库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 怎么用这个工具来连接ARC 首先连接的名字我们叫ABCD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里叫Scott 用户名和口令不能随便 装好ARC数据库以后 我们会自带一个用户叫Scott用户 密码口令默认是Tiger 把保存口令给勾上 这样子每次在连接的时候 就不入输入新的考虑 如果这个用户是一个普通用户 比如说我们的Scott用户 角色这里就选择默认值就可以 如果以管理员比如说SYS用户登录 角色这里必须要选择CSDBA 主机的名字是指我们数据库 所在的服务器的IP地址 当然我们这里把数据库 装到了虚拟机上 而虚拟机的IP地址是192.168.56.101 ARC口默认的端口121 SID可以离类成是数据库的名字 而我们这里数据库的名字叫ORC 点击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在状态这里成功 表示已经成功连接到了ORC数据库上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连接 就可以成功连接到我们的ORC数据库上 那么点击右左边的这个Scott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左边这个导航条当中 就是我们的表或者视图或者所以 我们可以在右边这个窗口中输入一个C口一句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 执行这条C口一句 查询出来的结果就显示在屏幕的下方 下面说几个简单的问题 首先我们这个编辑器的行号1234 怎么打开 在工具这里有一个首选项 这里有一个代码编辑器 点击代码编辑器 下面有个行装定线 右边有个显示行数 把这个勾给勾上 这样子编辑的行号就会显示出来 下面介绍一下怎么使用这个工具 来连接我们其他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的MySQL数据库 还是在这个首选项这个对话框上 这里有个数据库 点击数据库前面的这个加号 下面有一个第三方GTBC驱动的程序 点击添加条目 由于我们的工具是基于加二的GTBC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MySQL的驱动 把它添加进来 我们这个是我们MySQL的驱动的加包 点击选择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子我们在新建连接的时候 这里就会多一个tap也就是我的MySQL数据库 下面我们来连试下怎么登录到MySQL数据库上去 连接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做MySQL 用户名和口令 MySQL用户名 root 口令 password 把保存口令给勾上 主机名字当然是我们MySQL所在的服务器 192.168.56.101 MySQL默的端口3306 点击选择数据库 这里它就会列出来 MySQL中已经存在的这个数据库 点击连接 这样子就可以成功登录到我们的MySQL数据库上 2 1 2 2 2 3 3